因為我是本身是西芝蘿的受益品 這個連結等一下我把它放在 我先貼給大家 我等一下會放在分享資料點 各位先看一下 所以我那時候進入教育業86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其實對教育一點都不好 因為我不是師範體系 我是學電子資訊科技 莫名其妙被我老婆在現場 86年打了一通電話給我 我說其實這國小學電腦老師 你要不要來試試看 那年我剛好進入大學數學系畢業 然後就因為這通電話 我本來已經在科技公司上方 我們在研發組的辦公室 接到我老婆電話 然後他就看著我在講話 因為那個辦公室很小 六七的 然後他就問說 你要不要來花蓮 花蓮這邊要當老師的經貨 然後我就說 我就看著大家 我就很不好意思說 你要去試試看這個 雖然他們都聽不到我講話內容 但是你知道嗎 你就是心裡面覺得 大家都聽得到你講話 你懂得懂 所以我就很忽異地跟我老婆說 我回去再講 結果我就同意他要來花蓮去這國面試 結果沒想到 那個臉蛋 當一個代課老師 我那時候不知道什麼叫代課 反正我就 人家說要跑去回去 然後就會知道我在哪裡面試嗎 我在一間 在那個泡沫紅茶店 那個校長跟那個 要離開那個學校的電腦老師 在泡沫紅茶店面試 然後一去的時候 因為他們電腦老師 跟我們這邊家庭有一點關係 然後就簡單的問了一下 然後就到了背景 就說可以 就這樣 那個8月30號來上班 我那紅茶都沒喝一口 就被錄取了 所以但是 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8月30號那一天 那個新社那邊 整個土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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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土石流 前面100公尺 全部被土石流淹沒 那個土石流 那個土石流 至少大概半公尺 高 然後整個泥巴 齒口 一堆東西 然後我就開車 穿著西裝 8月30號 第一天上班 你能不去嗎 你不去 是不是可能 就會被開車 對不對 穿著西裝 穿著新品行 開著車 帶著全部的家當 我從開車下來 開著車在全部的家當 到那個土石流前面 媽呀 我到底要不要過去 我今天如果不過去 我會不會工作 就不飽了 在那想了一下 那兩分鐘 然後看到一台 一台那個 那個 叫車 就 也在那邊愣了一下 然後 後來他就 就想要衝過去了 然後他就 就被卡在中間 你知道嗎 然後就看到那邊 就左搖右晃 然後 就退回到原來的地方 然後他就 開到旁邊去停下來 然後就 就忍下 用走路的這樣 慢慢的走過去了 那我就想 你這距離新色還有一種 很大一段距離 我應該不可能這樣子處理吧 然後就看到一台那個發財車 那時候海邊有 有那個賣菜的 賣菜車 因為我們海線沒有 沒有去到那裡 然後那個 走貨車到那邊 咦 他就 很厲害喔 他用那個比較慢的速度 這樣浮浮浮浮浮 竟然就過去 然後我就再想一想 奇怪 那個中間 應該是有很多 比較深的地方 比較軟的地方 很難經過了 後來我就想一想 我慎重的考慮了一下 我就下車 然後用我的新瓶子 直接鑽在那個 那個 鼻子流上面 這樣慢慢走 你看 那個 倒我膝蓋 鼻子流倒我膝蓋 就搭的這樣過去 我走到那邊 我再走回來 我就發現有一個地方 特別的深特別的地方 就是剛剛那一台 白色的車卡住的地方 然後我就回去我的車子 我把我們的家上全部爆出 然後 盛出三個紙箱 把紙箱全部攤開 我再走回去 把紙箱鋪在那個最軟的地方 後來呢 就帶著枕頭的泥巴回到車站 然後就滷入過去了 那時候旁邊那個機騎國小還沒配下 然後 他們有一台老師就是 車子都堵旁邊 然後這樣滷入過去 然後滷入過去 然後看到我這樣滷過去之後 哇 每個人都在拍手 所以那一天 我去到新瓶子 然後我就去上面 那就是我的第一天 非常的印象深刻 好扯遠 我從86年進到新社之後 我因為不懂教育 所以我開始追著行業 追著一些新制度的原始 或者一些認知心理學的原始 然後就追著行業 然後那時候就發現 新制度非常的好用 在學習上面 可以讓我非常的迅速 那所以我從一個小白老師 完全不懂教育的老師 然後進到 後來呢 後來在學校混的風聲水起 然後就被教育處抓去那個創客 就是領導 發連線的那個創客教育的發展 然後這樣一路走來 新制度給我非常大的審柱 所以我不敢再學習 不准再架構一些事情 再探索一些新的東西 規劃 演說 寫作 這些東西 全部都可以用新制度 我幾乎是無時無刻不用新制度 那後來為了推廣 我們還寫了一首歌 學生不用新制度 說會學習 你不要 好 然後 真的 真的是很 我覺得非常的貼氣 真的 我覺得非常的貼氣 然後後來那個 Sono Sono 各位聽說 最近蠻紅的一個VI 作曲 其實我有做了一首歌 今天下午各位可以聽到 我把這個丟進Sono 幫我增成一個VI 所以以後我要教新制度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聽那首VI 對對對 主題請 好 那所以我從一個 默默無文的阿仔老師 然後變成一個 蠻有影響力的文物 在這上面取得巨大的成功 我們說實在都是新制度 那這個後半都有 好 那麼所以各位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新制度大概有多重要 那這是我個人的親身體驗 也不是一般的那個 大家隨便亂講的東西 好 那麻煩各位你新制度安裝之後打開 我們先簡單的 很簡單的講一下他們的功能 在座有沒有人還沒接觸過 還沒用過新制度 所以待會請你開一個 開一個新建一個檔案 檔案 新建檔案或快速新建 然後選一個檔項 隨便一個檔項 我到現在還是用第八檔 我是昨天才開始用這一檔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退入AI的部分 可以幫你產生新制度 好 那很簡單 這個是你的主題 你要把你所要想的主題 擺在中間 所以你快點兩下 可以選主題的原稱 那如果你要增加這個旁邊的節點 你在上一層按TAB 它就可以增加一個主題點 那如果你在這一層呢 在這裡按TAB 它會增加在它的後面 就是它會往後增加主題點 TAB那個按鍵 TAB 或者INS INTER那個按鍵 也可以 這兩個按鍵都可以 或者你用滑鼠按右鍵 插入 這新的嗎? 還真的不知道什麼 按上面好了 插入了 學點在哪裡 好 現在放在這邊 新的在這邊 新的在這邊 那舊版的你按右鍵 它會出現一個插入底 所以這邊這個是同一層的底 那所以如果你要加在同一層 比如說這個同一層的D層 我可以在這裡直接按N 它就會加在同一層 好 那各位先簡單的練習一下 然後 我 我先準備叫一下訂單 好 外面還給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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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